大家好,我是Syntax Technologies的Brian 我们会继续我们的SQL快捷软件教学 今天我所要讲的将会是送货单 在SQL快捷软件里面 当我们去到销售这个模块 我们会看到Delivery Order 就是所谓的送货单 在送货单里面 其实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把我们的货品送给顾客 同一时间它也会减少我们的库存量 通常当我们要做送货单之前 我们已经做了所谓的客户的报价表 或者是销售的订货单 就是客户已经向我们订货 所以我们才送货给他们 那么当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之前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送货单 如果你要找回的话 很简单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这边我用号码 可以打号码来去找回 或者用公司名字 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按new 如果你要新创一个新的送货单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顾客 如果之前是有 做过任何的交易的话 例如Sale Order 你也可以直接从这些文件那边把资料转过来 那么你就不需要重新的去输入 当然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把这个资料给删除掉 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这边输入 OK 当输入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增加多的货品 你可以更改那个数量也可以更改价钱等等 我们就按save 送货单是需要被打印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按这个预览 然后选择我要的格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 按这个按键 或者把它转换成为其他的格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电邮给顾客 这就是在SQL快捷软件里面的送货单 记得送货单它会有21天规则的影响 同时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库存量 所以你要小心运用我们的送货单 那么如果大家对消费税或者SQL快捷软件 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 欢迎来到我的面子书facebook.com slash syntax technologies 然后like我的面子书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最新的资料 同一时间你也可以来到我的网站syntax.com.my 按这个YouTube 你就可以得到其他的SQL快捷软件的教学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 我是Brian from syntax technologies 谢谢